回来了 儿子 儿子 怎么了 大了个脸 爸爸 我今天看见 在学校门口一直在乞讨 没有腿的老爷爷 站起来跑了 我和同学们说 他们都说我是骗人的 哎呀 你还是年纪太小了 见识少了 其实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大家只能接受 自己认知范围之内的事情 不会去接受 自己认知范围之外的事 可是爸爸 我说的是真话 真话就应该被相信 大家应该相信我 你还是太年轻了 看来老爸 这时候跟你好好上一课 刘老师 请喝水啊 今天刘老师无故到访 是为什么呢 今天来呢 主要是想和你聊一聊 你儿子撒谎的问题 他现在撒谎越来越严重了 他今天竟然跟我说 他的作业是被你吃掉了 本来就是被爸爸吃的 还在撒谎 刘老师 稍等 儿子 跟我来 别冲冲我啊 儿子 这解是爸爸要跟你上课 儿子 作业都带了吧 带了 爸爸你检查一下 爸 你结束了 现在你明白了吧 即便你说的是实话 他们也不愿相信的 爸爸 我懂了 那就好 接下来我也要给你的老师上一课 啊 刘老师 今天呢我也给您上一课 哦 其实啊 他的作业真的被我吃掉了 爸爸 爸爸结束了 这一课就叫做一切皆有可能 这个人呢 总要给自己的无知 有点敬畏 是不是 哈哈哈哈哈哈 嘿嘿嘿嘿 敬畏啊 你这节课上完了吗 上完了 那该我来 哎 亲国来 哎呦 谢谢小海哥 哎 知父 莫若子啊 其实 我早就知道你要给我上这一课 所以我提前准备好的假作业给你吃 然后到楼下随便找一个外卖大哥 配合我演这出家好的戏 我就是为了给你上这一课 什么课 这节课叫做 您痴苦 在别人眼里 其实一文不值 好 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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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是白痴了 没错 明是白痴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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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这样嘛 我今天呢就再给你上课 任何的小通明啊 在这个绝对无力面前 都不值得地匹 哈哈哈 你能跑两回 啊 啊 啊 哎呀 这两次 你真该上课 我还是可以做外外的 哟哟哟哟哟哟哟 陈祥六点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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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